大家好,歡迎來到弱電不斷電 現代人的工作環境中我們常常會遇到 我需要同時操作多台電腦的設備 例如說您是工程師、設計師、科技業或者是金融業 甚至是學校的教育單位等等 這時候一台傳統的電腦對應一套輸入的設備方式就顯得力不從心了 想像一下,您同時進行著多個專案 需要不斷的在不同電腦之間切換 這不僅僅是浪費你的時間 也容易造成混亂 有沒有更方便更有效率的方法呢 讓我們輕鬆的控制多台電腦 其實答案就是KVM 今天我們就來深入了解KVM 看看它如何簡化您的工作流程 提升您的工作效率 請問您的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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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KVM呢 KVM也就是 鍵盤、Keyboard 影像訊號、Video 滑鼠、Mouse 的縮寫 是一種能夠讓您用一套 鍵盤、滑鼠跟螢幕 就能夠控制多台電腦的設備 它的好處呢 第一 是能夠提升我們的工作效率 可以減少 設備切換的時間 第二 節省我們桌面的空間 因為你的鍵盤、滑鼠跟螢幕 不需要那麼多組 第三 可以節省你的成本 因為我們的鍵盤、滑鼠、螢幕 能夠買的比較少 所以我們可以節省我們的採購成本 第四 集中管理 方便管理 多台電腦 KVM的主要工作原理 在於 訊號的切換 它的工作程序如下 第一 它可以做到訊號匯集 可以將多台電腦的鍵盤、滑鼠 和螢幕的訊號 都透過 陷入的方式 連接到我們的KVM的設備上 第二 訊號切換 當您操作KVM的遙控器 或者是切換的按鈕的時候 KVM設備會依照你的選擇 將這個訊號切換到 你想控制的那台電腦 所以它可以使用遙控器 或者是按鈕切換 都可以 第三 訊號的分發 被選中的電腦 會將它的畫面輸出到 你的螢幕上 而你的鍵盤、滑鼠操作 也是一樣傳送到這台電腦上面去 簡單來說 KVM就像是一個 聰明的訊號分配員 它會依據您的指令 將您的輸出、輸入 分配給不同的電腦 KVM設備經常應用在下列幾種環境 第一 資料中心 它可以做到伺服器的管理 透過KVM IT人員可以集中管理多台的伺服器 進行維護拉 更新 或者是故障排除等等工作 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甚至可以做到機房的空間節省 KVM可以減少鍵盤 滑鼠和螢幕的數量 節省機房的空間 第二個場所 辦公室 多台電腦的管理 在辦公室裡面 特別是需要同時操作多台電腦的部門 例如說您是設計部門 工程部門 KVM都可以幫助員工 更方便的切換工作 還可以做到共享資源 多個員工可以共用同一套KVM的設備 節省成本 第三 在測試環境底下 如果我們做的是軟體測試 我們可以同時測試多個系統 透過KVM 工程師可以同時連接多台電腦 在一個螢幕上面進行多個軟體的測試跟比對 可以大幅提升測試效率 還可以做到多視窗的比較 利用多視窗的顯示功能 可以將不同系統的畫面同時呈現 方便進行功能的比較以及錯誤的排查 還可以做到 硬體測試的時候 快速的切換電腦 測試不同硬體配置 對系統性能的影響 在需要高畫質顯示的測試環境中 例如說 圖像的處理 以及影像編輯 KVM的產品 都能夠提供 清晰細膩的畫面 方便工程師進行細緻的 測試以及調整 甚至我們在做 任體更新的時候 可以透過KVM 集中管理多台設備 進行任體更新 確保系統的穩定性 第四 在教育訓練的 環境底下 例如說 學校的電腦教室 又或者是學校教室裡面 老師可以透過KVM 控制多台學生的電腦 進行演示和教學 第五 工業控制底下 我們的生產線的控制 在工業生產線上 KVM可以控制多台機器 實現自動化的生產 第六 在家庭娛樂的情況底下 例如說 我們可以將電腦 或者是遊戲機 等多個設備 連接到KVM上 實現 一鍵切換 KVM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當我們的辦公桌上 堆滿了各種線材 每台電腦呢 都有它自己的鍵盤 滑鼠跟螢幕 是不是覺得非常雜亂呢 這不僅僅影響美觀 還有可能造成我們 工作效率的降低 KVM帶給我們的好處 真的很多 首先 可以簡化我們的線路 整結我們的桌面 KVM能夠將多台電腦的線路 集中管理 讓我們的桌面變得非常的清爽 又整潔 工作環境更舒適 還可以做到集中控制 輕鬆管理 KVM的集中式的控制面板 您可以 輕鬆切換不同電腦 就像在控制一台電腦一樣方便 您再也不用 在不同電腦之間來回的奔破了 還可以做到遠端管理 以及隨時隨地的去控制 部分的KVM產品 還可以支援遠端控制 只要有網路 您就可以在任何地方管理您的電腦 是不是 非常方便呢 讓我們針對今天的影片內容 來做個重點整理 KVM在使用上 擁有以下幾個優點 第一 可以提升工作效率 減少 切換設備中間的時間 以及 接線出錯的機會 第二 可以節省我們桌面的空間 減少 鍵盤 滑鼠 螢幕的數量 所以讓我們的桌面不再亂七八糟 第三 可以降低成本 可減少大量設備的採購成本 第四 可以集中管理 方便我們管理同時多台電腦 KVM是一種簡單可靠的設備 非常適合需要同時控制多台電腦的用户 它的工作原理雖然簡單 但是卻能夠大大的提高我們工作的效率 下部影片我們會針對KVM的不同類別以及功能 分析讓大家了解 如果您對TTIC的KVM產品有興趣 歡迎您點選下方的QR Code 進入官網了解 又或者是到TTIC展示中心 實際體驗喔 如果各位觀眾朋友對我們的頻道的影片內容有興趣 歡迎在我們影片下方幫我們按個讚 同時也請您訂閱分享我們的頻道 也別忘記要幫我們開啟小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